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黑猪群真是大有不同 这些黑猪肉明晃晃地摆在货架上 都是几十元上百元一斤 它们可是普通猪肉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同样是猪肉 这些黑猪肉并没有度上金子呀 为什么它就能够值这么大的价钱 为什么买它的人还依然络绎不绝呢 同样是猪肉 怎么价格比别 普通猪肉隔后几倍呢 大人说几倍呢 成贵斌就是专买这种肉的一员 他是山东有名的鲁菜大师 虽然他的私家厨房不在莱屋市区 离市区还有二十多公里 可前去品尝红烧肉的很多人 都来自于市区 红烧肉是到传统在 凡是菜馆家家会做 可是大伙觉得 还是成贵斌的红烧肉做的地道 能够吃出久违的肉香 大伙都只知道 成贵斌做的肉香 而成贵斌心里却很清楚 自己这道菜之所以做的地道 关键在于食材的选择 经验丰富的成贵斌明白 传统菜式必须选择传统食材 要做出地道的红烧肉 就要选择地道的原材料 相对于市场上常见的白猪肉 它更加忠勤于土生土长的 莱污黑猪肉 这块血润特别重要 非常重要 一直选的肉 咸 红热 这个血花就比较脱脱 成贵斌看中的 正是莱污黑猪的色泽和血花花纹 它尤其钟情的 是畜牧局选域的莱乌黑猪肉 这些猪肉的色泽和雪花更亮丽 作为莱乌市畜牧局聘请的专家 安徽农业大学张伟丽教授 对莱乌黑猪肉的品质非常了解 它在这个美食里头呢 各有各的讲究 但是猪呢 它的极品肉的标志之一 就是这个雪花 一个要密 你看密密麻麻全是 还有就是红白分明 张伟丽教授一直专注于猪的肉质研究 他明白色泽鲜艳和大理石花纹 是高品质肉的基本条件 这块猪肉红白分明 红色的瘦肉当中出现的白色花纹 就是雪花 这个雪花可不是老天爷下在猪肉上的 而是当地畜牧局和张伟丽他们通过两种量法 让更多的脂肪长在了肌树和肌纤维里头 就是肌膜里头小肌树之间的脂肪 加上肌细胞 肌纤维细胞里的脂肪 统称肌内脂肪 这个国际上它有个代号叫IMF 不管是IMF还是肌内脂肪 只是一个学术用语而已 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猪肉好吃 有了雪花的猪肉 为什么好吃 越高档越细致 这是到双花状的了 这个比双花状还要细 这是云雾状的 你像这个云一样 这是更加细致的了 就是这时候你已经分不出 哪个是肥肉 哪个是瘦肉 这个就是只容你口 不容你手 这是最极品的口感 肌内脂肪含量越高 猪肉上的雪花看起来就越浓 雪花越浓 花纹最后看起来就像云雾一样 吃起来的口感也能够达到极致 说起来 中国所有的地方猪种都能生产雪花肉 不过雪花的浓度不同 身价就大不一样 在国际上 以雪花著称的西班牙黑猪肉 有着极其昂贵的价格 西班牙有个Ebruica猪肉 它的猪肉 就是同等类型的猪肉 它卖到200欧元一公斤 这和人民币的话 大概在1455左右一公斤 张伟丽教授 对他参与培育的新莱雾猪种群 做过多次品质测试 结果显示 新培育的莱雾黑猪 完全可以和国际上的高端猪肉相媲美 所有的猪都有雪花 只是浓度不同 但是莱雾猪的雪花是特别浓 用技术参数来说 它的肌内脂肪达到10% 在国内现在发现的 这是顶级的了 这些能与国际高端猪肉相媲美的 莱雾黑猪肉 其实得来并不容易 首先是 选育能够生产高端雪花猪肉的核心猪群 这就让莱雾市畜牧局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莱雾猪在当地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遗传特性已经基本稳定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莱雾猪就能生产顶级雪花肉 要让一大批莱雾猪都能生产顶级雪花肉 就需要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选育 莱雾猪生长周期长 一头猪的雪花肉品质检测结果 需要等一年才能够得出 莱雾市畜牧局经过十几年的选育 如今已经拥有了一批 有生产顶级雪花肉能力的核心猪群 从05年开始 经过十年四个世代的选育 应该说各项指标遗传性能已经趋于稳定 各项指标达到了雪花猪肉的要求 应该身为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猪群了 要生产高档雪花猪肉 仅仅有两种不行 还需要有两法 张维力提出 要围绕两个自作文章 红和白 白如汉玉 红如玛瑙 这是有讲究的 猪肉达到红如玛瑙 白如汉玉 看起来当然更漂亮 不过张维力认为 红白相见 不仅是为了让猪肉好看 更重要的是好吃 先就红色来说 猪肉颜色红润就意味着肉吃起来更香 红 鸡红蛋白 还有这个鸡糖原 我们把它叫做风味前体物质 就是导致风味物质的物质 你一烧它就变成风味物质了 你不烧它就在那里存着 叫风味前体物质 我们吃肉觉得香 就是风味物质在起作用 肉色红润意味着风味前体物质越多 肉自然会更香 再来说白 这白指的是猪的肌内脂肪 白白的肌内脂肪 一旦和红红的鸡红蛋白 在高温下相遇 就会产生奇妙的生化反应 因为鸡红蛋白跟这个雪花的这个脂肪 在高温条件下发生一个复杂的生化反应 这个生化反应呢 就是产生出一千多种风味物质 一千多种不是一两种 一千多种风味物质 仅仅是想象 就很让人有品尝的欲望了 所以这猪肉颜色红如玛瑙 白如汉玉 就意味着美味 可是这颜色又不能用笔画上去 该怎么给猪肉着色呢 莱务市畜牧局专家和张伟丽教授 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两个办法 跑出红 屯出白 跑出红 说的就是要想让猪肉红 就得让猪跑起来 那这猪肉的色泽和运动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猪在运动的时候呢 就需要大量的鸡红蛋白来参与这个代谢 那么猪运动的越多 时间越长 鸡红蛋白的浓度就越高 鸡红蛋白浓度高 我们看着将来这个猪的肉 就是非常漂亮的 叫做虎薄红 老相叫红如火 张伟丽教授认为 运动可以让猪肉更红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养殖厂的工作人员也专门做了试验 试验结果显示 散养的来无黑猪肉色泽红润 而圈养的来无黑猪肉颜色相对暗淡 那么如果你把它关起来 不让它跑的话呢 它这个肌肉是在静态的状态下长大 它的鸡红蛋白的浓度非常低 圈养的猪肉颜色暗淡 口感自然会差很多 由此看来 要想让猪肉红 就得让猪跑起来 让猪运动是改善肉质的好办法 可是张伟丽教授同时也指出 猪怎么运动也是有讲究的 在我们这个训目学上 它有个专业术语叫做逍遥运动 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氧运动 它不是剧烈的 让猪运动这事儿 近几年很火 有让猪跳高的 游泳的 甚至还有训练猪跳水的 不过张伟丽教授主张 来无猪的运动 最好是给猪自由 这猪爱怎么动就怎么动 张伟丽教授主张的逍遥运动 是猪在不被打扰 没有任何应激的情况下的自由活动 这个方法并不新潮 而是师从古法 两千多年来 当地老百姓养猪 都是以放养为主 自由觅食 只是上世纪末 随着大白猪的引进 才改为圈养 如今在张伟丽教授的推动下 这些新培育的来无猪 又恢复了自由运动 来无猪从断奶开始 到二百四十天大 就被放出猪圈 开始运动起来 这运动可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吧 即便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季 也得让猪坚持运动 可是这么一来 由于猪的能量消耗大 饲养的成本就大幅增加了 冬天让猪在野外逆食运动 猪消耗大 养殖成本自然就高 虽然这个阶段饲养成本高了 可是收获的却是 猪肉足够红 经过这个阶段之后 它肉质品质会明显地提高 坚持让猪跑出红之后 接下来就要屯出牌 按照张伟丽教授的规划 从二百四十天开始 猪儿们就不能再运动了 而是应该回到圈里屯肥 在屯肥这个阶段 莱污黑猪有一个重要任务 现在就是静下来 吃完就睡 吃完就睡 那是长胖的节奏啊 没错 二百四十天以后 莱污猪的重要任务 就是要长胖 这个阶段一个生素的比较够 达到五百克左右 为了让莱污猪长胖 首先就要限制它们运动 减少消耗 买头猪的活动面积 只有一平米左右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和先前散养运动完全逆反 这种改变 也是符合猪的生长发育规律的 叫小猪长皮 中猪长骨 大猪长肉 老猪长油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个脂肪是在最后才长的 莱污市迅务局和张伟丽教授 为什么会选择二百四十天 这个时间点 把猪收回圈养呢 这是因为 这个时候莱污黑猪 该大量长脂肪了 最具价值的雪花肉 正是在这个时候 开始形成的 每一个品种的猪 都有它自身的特点 不同的品种 沉寂雪花的时间都不一样 南方的猪要早一些 北方的猪要迟一些 对于莱污猪来说 它必须长到二百四十天以后 才开始长雪花 虽然很多猪都能长雪花肉 不过猪和猪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长到二百四十天 莱污猪才开始长雪花 所以这个时间点把莱污猪收回来 豚肥恰到好处 通过豚肥 眼见着猪是长胖了 其实在猪的身体内部 猪肉也在发生着变化 这个结局就是豚出白 皮下也在长 肚子也在长 板油也在长 肥镖也在长 五花也在长 这个关键的部分 就是瘦肉里的雪花也在长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为了豚出白 在豚肥期间 猪的饮食需要特别讲究 张伟丽教授专门为他们配置了食谱 首先 饲料里要添加玉米 大麦等能量饲料 为猪提供足够的能量 这个能量是形成脂肪的必要条件 那么只有能量充足了 它才会长雪花 如果能量不足的话 它这个吃进去的营养就变成体热 它要维持体温 它不长雪花 除了能量饲料 张伟丽还提出 需要给猪吃撇蓝 红薯 胡萝卜等快筋食物 为的就是进一步提升猪肉的档次 肉没有怪味 你有的时候买的肉 它有怪味 但是这个高档肉是不能有怪味 一个肉不能有腥气味 另外不能有那个山气味 那就要求猪的肠道非常干净 撇蓝红薯胡萝卜里 含有一种低聚糖 能够帮助猪清理肠道 低聚糖是一个什么概念的 就是肠道的清理剂 这个猪吃了这个低聚糖以后 含低聚糖的撕蓝以后 这个肠道非常干净 猪放的屁都不臭 这些饲料按照一定的比例 混合在一起之后 还需要一个发酵的过程 那么像这个是混合料 混合料已经把它混合在里头 经过两天的发酵之后 它已经产酸了 就是这个饲料已经发酵了 你现在可以闻到酸味了 就像我们炒菜用的醋的味道 就是一股醋味 实际上这里头就是乳酸 主要是乳酸 乳酸它有抑制细菌的作用 这样就保证了猪的肠道健康 这个肠道非常干净 这样子的话 猪肉它就非常的清爽 它不会有那怪味 饲料通过发酵之后 乳酸菌不仅能够帮助猪清理肠道 而且酸酸的口感 也很对猪的胃口 可是这莱鲁黑猪在豚肥阶段 即便吃得再多再好 长肉的速度和大白猪相比 还是慢很多 即便是有特殊食谱伺候 莱鲁黑猪还是长得慢 吃五斤料才能够长一斤肉 这要是以长肉多来论英雄的话 显然不占优势 所以养殖莱鲁黑猪 不以量取胜 拼的就是最后的肉之好 经过整整一年的精心饲养 莱鲁猪跑出了红 豚出了白 接下来就要收获红如玛瑙 白如汉玉的雪花猪肉了 这个雪花肉呢 主要是分布在莱鲁猪的前区 这个地方最浓 到中区部分呢 这稍微淡了一点 到后区部分呢更淡 那么前区的雪花肉呢 主要是分布在这一块 我们把它叫做井向肉 井向肉是一块莱鲁猪身上 最具代表性的雪花肉 鸡内脂肪能够达到 并超过百分之十 属于国际顶尖水平 所谓物以稀为贵 它的卖价是普通猪肉的十几倍 也是很自然的 高档雪花猪肉 不仅卖价贵 吃起来也很讲究 那么这上百元一斤的肉 到底该怎么吃呢 这个极品肉有极品肉的吃法 红如玛瑙 白如汉玉的雪花肉 对于人们来说很是诱惑 前不久呢 来物市序幕局 专门发出了一个 吃货召集令 召集会吃之人 来品评雪花猪肉 这个召集令一发布 还真是有不少人 跃跃欲试 我就说 我是一个地道的吃货 我对这个味觉特别敏感 我的地道特别敏感 原来还没到这个响味了 完颜就闻到响味了 我的舌头最敏感 因为是职业的关系 走过很多地方 慢慢的积累呢 就能培养到 我的舌头的敏锐心 今天让大家来以后 就请上来一个公园 一个是呢 这一盘红白相间 色泽夺目的 就是莱鲁猪生产的 景象肉 是莱鲁猪身上 最具代表性的雪花肉 价格一百多一斤 这么贵的肉 该怎么吃呢 这个刀工下来 必须要薄 大概是在一个毫米左右 就这个 这一片肉入水 五秒钟就行了 拿上来就吃了 如果超过一个毫米 这个五秒钟就不够了 那如果时间过长呢 这个肉里头的 可溶性的这个 氨基酸就跑水里去了 吃法如此讲究 喂的就是 最后那一入口的感觉 这个肥肉啊 这个雪花不够大 比较轻小 就喂了喂的嘴巴 想吃一口多吃一点 它这个肥肉啊 白白的 但是不腻 推荐女同胞吃啊 吃下去之后呢 舍底生香 味道非同凡香 看来这个品尝莱鲁黑猪肉 这真是个美拆呀 两种加粮法 让有着悠久历史的 莱鲁黑猪在今天 顺应历史潮流 找到了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你可以通过 屏幕下方显示的 其他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凶悍的黑鸡 能挠破饲养员的头 当死啊 学学资料 就是这样凶的鸡 它还是敢养 我觉得刘总啊 是一个骑人 黑猎八道 这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鸡 它们的主人 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